我很高兴 揭示总统女士 秘鲁是南美地区重要国家 也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 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 终于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双边合作稳步向前发展 今年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回顾十年我们收获丰硕的合作成果 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 秘鲁成为中国在拉美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提计不稳 终于合作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新形势下发展好中立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和双方人民共同愿望 对维护亚太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支持秘鲁举办2024年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愿同立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 取得新成果 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和长远发展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